电话 我是前野 他开口了吗 没有 用行了吗 用了 用的什么行 药 他现在是什么反应 他现在的神志 还没有恢复过来 我已经下令停止用药 我怕把他的脑子烧坏了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那就再 换种刑罚实施 等他清醒过来 我会继续的 好 辛苦你了 没什么 对于这种意志坚强的人 我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 任何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 就看你能不能找到 放心吧 我会继续的 欢迎回到 真实的世界 刚才的世界很扭曲是吧 接下来呢 就是过电了 在这儿之前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这里过电 跟其他的地方它不一样 我们是要用 通上电子针 一个个地插入你的手指内 然后呢 就像是这样 我说 别让 还没完呢 还有十个脚趾 以此类推一共是二十针 等一针一针地插完了 然后咱们再开始过电 江先生 那你明白吧 在这之前 我还是让你回答第一个问题 你的上级是谁 是 是你 是你姥姥 很遗憾 回答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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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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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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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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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